Hello 論盡音樂的朋友 我是Cydeo 何卓彥 《倒數十六日》是今年年初 我在紐約飛回香港的時候 完成的一首歌 因為熔斷之下 我是要用了總共二十八日 才可以紐約回到我家 所以整件事 首先是對我來說 今年應該是最盛大的一件事 我用了一個月回家 而中間其實我每天都在寫一些示範 寫不同的東西 而這首歌就是 可以算是我自己最滿意的作品 在這個隔離的啟發之下寫得最好的作品 因此我將它帶了出來 成為我的第一首派台歌 其實兩次 但是很夠 很夠 這次沒有那麼誇張 這次比較誇張 上一次十四天都是十四天 但是這次的誇張位就是我因為熔斷 所以一定要去新加坡 所以 兩種 兩種 因為我第一次 很蠢地訂了一間極小 極uptu的酒店 我基本上都是很不開心的 沒有空間去移動 我想做HIT都做不到 因為那裡我訂了一間 算了我還是不開名 不開名 但是 兩次都非常深刻 其實歌詞有很多七的元素 但是為何是十六天呢 就是因為當時這首歌沒有完成 真的做好的時候 是情人節 我是趕著在情人節寫好這首歌 而當時情人節打後的十六天後 我才回到香港 才出來 所以歌詞第一句是情人節 你回到內刀吧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十二加十六 因為不是兩段的隔離期 而是你做歌 斷開的時段 沒錯 其實是 thanks to Enoch 今次找了一個 超級出色的音樂人 監製 有次我們在錄金室 在想 與其你在後面最後 加段口琴 solo 做你平時的事 不如我們跳出來 我們用獨白的形式 你聽回你的WhatsApp 和你媽媽說的聲音 不如我們繼續放進去吧 因為 其實我們做這首歌 有三個chorus 我們基本上流行曲的chorus 都是第一次沒有那麼厚 第二次厚一點 第三次最厚 但是 正常的想法就是 你最後吹一些口琴 solo 然後充滿空間 那你就有很多東西聽 很多層次 但它就 不用的 其實你講話 講到一瞬間 講得很快 這樣便可以了 所以最後 那些充滿空間 那些充滿很快的充滿 那些充滿 就全部變成 可以幫我拿來琴架 啊 今天啊沒有啊 吃了一些雞啊牛啊 那些 這個都是 就是 就是一匹布那麼長 就是 我們做口琴其實是 很辛酸的一件事 就是 就算是 剛剛都跟朋友聊起就是 就是 我們 就算拿世界冠冠 就是當時 十九歲的時候 或者我第一次拿是十五歲 是 沒有獎金的 是零獎金的 那 那 因為本身口琴這件事 是 就算你做到全世界最厲害 都不一定生存到 嗯 那這個是一個背景 是一個 人家看不到的辛酸史 那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是 一個很喜歡試不同的東西的人 因為很快就會 做到悶 然後就會想找其他人去玩那些 那 所以我其實我 其實我出了歐琴 其實我從小到大 去比賽一直都是玩古典音樂 那跟著 去到 比賽了 比完賽了 我就覺得 有點悶 我去古典音樂 那我就跳了出來 就去了玩Jazz 玩Pop 開始跟流行歌手合作 或者甚至我現在讀Jazz 但是 其實 我的性格就是 很喜歡找一些 新的挑戰 新的嘗試 那 這個歌手這一邊 其實我是 以前一直都有寫過 但是就沒有 很 真正 就是 豁出去 這樣做 還有你沒有 接受過唱這部分 就算寫歌 你是寫給別人唱 為何自己決定要唱呢 對 其實 因為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一邊做口琴 發現沒有人聽 其實 亦都 令到我明白了 其實 唱歌這件事 這種藝術形式 是真的 跟我們純音樂是很不同的 即是那個 接觸觀眾那個 那個 那個 直接的程度是差很遠 始終 純音樂是有很多 留白的位 而 歌呢 是一個 可以是 跟你聊天的一種角色 直接就跟你說 我有甚麼想法 有甚麼感受 那我 是覺得有些東西 是一定要透過詞 或者是歌 這個模式 才表達到我想做的事 那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原因 我決定 不如 做一些作品出來 都是有歌的 我媽媽有問 側問我 那 你甚麼 你是不是想做歌手 那 他是有這個疑惑 但是 我想 他們 其實 對於 前輩來講 其實很多時候 他都不明白我們做過甚麼 就是 尤其是 譬如我以前 是由 經典轉到爵士 已經 很多人都 花了很多時間 才知道 原來 因為尤其是一開始 玩得不好 更加不知道我做過甚麼 但我用了幾年之後 慢慢 越來越 玩得成熟的話 他們就開始了解 為甚麼我想做這件事 為甚麼會跳出去 做完之後有甚麼效果 我想 這方面都是一樣 就是 都是 繼續做 更加更多的作品出來 慢慢 上一輩 或者 慢慢看開我的人 甚至是 都會 慢慢會明白 哦 其實 都是你的東西 只是用了不同的 藝術 的形式 他表現出來 是 是的 即是 很 很快的一個例子 就是 我的 Streaming Platform 即是 Spotify 我 Spotify 2018年 我出了第一隻碟 接著 用了 四年時間 現在其中一首歌 有五千個人聽過 接著我倒數十六天 現在出了差不多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現在有 一萬五千個人聽過 是很明顯地不同的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市場 所以 我都慢慢好像見到這件事 是 終於見到那個曙光 因為之前一直 可能轉得很深 很難的事情 即是 可能會有樂團會找你玩 或者是 有一些 活動會找你表演 你可以生存到 你可以存活到 但是 我可否令到他成為一個潮流 就完全是 不是那個對的方向 反而 反而 我現在做一些主流一點的東西 和世界接軌多一點的東西 其實是 我會見到那個曙光多一點 是的 其實 雖然我們剛才 我們這次第一首 倒數獸目的 我們真的 最後最後才決定 會 放口琴進去 因為我們一開始 是想著 喂 今次你現在做歌手 你不要再放口琴了 你經常都只想口琴 對 就是伊朗這樣說 但 最後 他也忍不住 他說 不如你錄三席給我 我看看是否能放進去 事實上 因為真的吹得很好的緣故 沒有辦法 就照樣放進去 亦都因此 斷定了我接下來的方向 即我接下來的方向 就算是 那首歌 多不適合口 我都會 放少許進去 甚至會聽不到 有時候 可能放了做 加很多混合後 你會以為它是一個小提琴味 以為它是一個 但是 我們 我就會這樣 音音音音音 無論如何都會放進去 至於 有一天我做演唱會 然後 我找我那些口琴的拍檔 過來幫我吹回音樂 因為我要唱歌 或者彈吉他 然後才看到 哇 原來那個聲音 是口琴弄出來的 其實呢 其實呢 用一個很好的方法去答你 就是我下年打算做一個演唱會 那 這個演唱會呢 其實就是 在這一刻已經開始鋪路了 因為最終呢 我希望會有三成是唱歌 七成是音樂 那三成呢 就是 引你進來 其實主要是想你聽過七成的 這樣 即是你接下來 大概會做多少首歌呢 即是唱方面 我相信 今年就會做三首左右 計算這首 是的 那 回到演唱會之前 就真的看一下 看一下時間安排 希望可以做多三首 兩至三首 那 演唱會的想法 暫時不說了 是的 暫時不說了 有這個三七的比例 是的 那 因為你的身份 特殊一些 即是讓我訪問過以往的歌手 嗯 我也很期待 可能真的可不可以再次 好像當年王瞻那樣 將口琴變回一個潮流 嗯 因為 其實又不是真的去到很難吹的 那當然要演奏一些複雜的樂曲的時候 可能要用到兩步琴三步琴 那些技術就真的要上課去學 嗯 但是 就這樣用了一個琴 是真的可以吹到一些很簡單的譜 我很期待你做的歌 可以將這些東西在香港帶回到潮流 嗯 等你下首歌的時候我們再找你聊天 Thank you Thank you 順便幫忙拿個充電器 還有拿排琴架也好 我下星期錄出來錄9點 留下等 可以